请问为什么说大熊猫是散户物种呢 其实对散户物种来说 其实并不代表说这个动物非常的特别 这个动物非常的特殊 或者是它的个体的这个作用有非常大 但是散户物种只是说 更多的是以这个物种为代表性 它所代表的整个这个区域的 生物动作性的保护的价值和作用 我们更多的在野外保护 或者是这个我们做的 这个在熊猫基地的这个保护工作当中 我们关注了更多的并不是熊猫个体 而更多的关注的是 它所生活的生存的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的话 不光是有熊猫在里面生存 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野生动物 包括了比如说小熊猫 比如说金丝猴 这种大家都比较耳熟长青的一些一些动物 当然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其他的 比如说像梅花鹿 茅罐鹿 牛林 还有一些 比如说像藏球猴 等等这些其他动物 它是共同享有 或者是共同拥有 这么一同一个区域在生存 熊猫作为一个icon species 以它为目标去吸引 或者是去宣传这个的保护的意义 保护的价值 能够让更多的人更好去领悟 或者去更好去体会 它的保护所带来的作用或者意义 从而能够在保护熊猫的同时 也能保护到其他物种 熊猫就能作为一个散户物种 在发挥它的一个 有积极向上的一个作用 这样的话 这种物种的话我们才会把它命名 或者是定义成为是散户物种 它其实真正散户物种的发挥的作用 并不是代表它个体 更是代表这么一个群体 其实旗舰动物的话 更像是一个代言人 包括雪豹 它作为旗舰物种的话 也是类似 雪豹它作为这个顶级石油动物 它作为生态食物链的顶端 它能够控制好下方 比如说一些食草动物 它的一些种群数量 控制它的分布 这样的话 整个它能够维持一个比较完整 或者是可靠的一个生态食物链 然后同而达到保护生态链的一个作用 吃饭 coexist 就是很奇怪的 但是我什 只会和人只有一种群体 它们在一种群体 着跟您的一种群体 在别的群体 进行 幸会 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